Hi 大家好我是喜愛鴨 今天的主題很特別 大家看到標題應該都知道 我要來訪我10年前最愛畫的妝容 因為有追蹤我的IG的人 應該有看到我前陣子就有發我10年前的照片 那張照片大家反應真的非常非常的熱烈 大家很好心的都說都漂亮啊 但是大部分的人都覺得也差太多了 甚至有人留言說是同個人嗎 然後還有人問說我是不是有整形 有去割蒜皮嗎 還是有去龍鼻啊等等的 還有人說怎麼好像10年後還比較年輕 但是呢說真的聽到大家問說我是不是有整形 我還蠻開心的 因為呢在這10年之中我還真的沒有整形 如果要說整形的話呢 我有雷射過然後呢我有陰波過 但是呢我絕對沒有開刀啊 或者是注射什麼東西 嗯啊我曾經注射過肉毒感菌 因為呢我的家人一直說我一直在不自覺的皺眉頭 所以非常難看 我曾經為了這個去注射 但是我發現那根本不是一勞有一年 難道你要一直注射一直注射 非常快樂的時光 那要說那時候的底妝呢我印象中應該就是隨便一個開架的粉底吧 那我用這個Integrate看看 而且呢那個時候啊好像也不流行什麼美妝蛋啊頂多什麼永和三美人 或者是呢用手指就亂露露就上妝了 所以呢我就先這樣子上 現在呢真的很少用手指頭來上妝都覺得好像很容易不均勻啊不貼妝 像鼻子這邊你看我的天啊我的毛孔就整個毛孔都露出來沒有填進去的感覺 然後呢鼻翼又有點卡 而且我不記得那時候有特別用什麼遮瑕膏了 所以我就用粉底液再上一層這樣子 那時候可能也沒有這麼多的瑕疵年輕嘛 那如果是現在呢我一定會很慎重的拿出沾濕的海綿 然後呢搭配上喜歡的可能比較是偏專櫃的粉底 用這個拍拍拍拍拍拍 一直按壓的方式 然後加上海綿的濕度 就可以讓你連鼻翼啊眼下啊都非常的保濕貼妝 而且呢會希望底妝看起來是額外有質感的 而不是就是白白的就好了 這樣子呢鼻翼兩邊就沒有卡 現在呢也比較注重如果有一些瑕疵啊需要用遮瑕膏稍微遮一下 例如說老了就會有黑眼圈啊 長痘痘啊暗沉 以前可能偶爾也會用遮瑕膏 但我印象中應該是那種 例如說突然長了大痘痘那種才會用遮瑕膏 好像完全就沒有黑眼圈的問題 畢竟沒事就可以睡嘛 那蜜粉部分我記得我大學的時候應該就知道說如果用整個粉撲臉會太乾 那時候我也會用蜜粉刷 可是呢我應該是用那種大痘的蜜粉刷 然後呢就這樣子隨便少一點就好了 可是如果是現在呢現在的我的話呢就會選擇中小型的蜜粉刷 我會很在意說眼下這邊 因為你有細紋再加上你有遮瑕就很容易有積線的問題 或者是你也會很怕眼妝脫妝 所以你要一個小的刷子這樣子 好好的先細細的壓你整個眼軸 還有眉毛容易脫的地方 額頭容易油 然後剩下的呢才帶到其他的地方 這樣子呢可以確保粉的用量 比較不會乾燥 又可以定妝在你最需要的地方 最細緻的地方 那眉毛的部分我印象很深刻以前要嘛就是用 惹我眉筆嘛 然後要嘛我印象中是用眉粉 而且那時候完全沒有概念說我要找灰色的眉粉 就覺得欸眉粉就是反正就只有咖啡色淺咖啡深咖啡 那時候還不太會出什麼灰黑色的眉粉來搭黑色的頭髮 所以呢我就是隨便沾取這個開架的眉粉 然後呢就這樣子瞄眉毛 因為我眉毛原本就是都非常非常的濃嘛 可能頂多前面畫淺色然後後面畫深色一點這樣子 並沒有追求他要什麼形狀我覺得 而且呢大家可以看得出來就是 眉粉的顏色跟眉毛顏色是完全不搭 可是我也沒有想過染眉這件事情 那如果是現在呢我比較會選擇 例如說像用眉筆 然後呢再搭配染眉膏 眉筆比較可以塑形 我可以知道我說我的眉毛想要走什麼樣的形狀 我可以去控制跟調整 而不是填補他就好了 就我開始有自己的一些喜好 然後也希望說妝容再更精緻一點 控制力道 這邊眉頭這邊絕對是非常自然 不要填補到的 像這樣子如果這樣子就有點膩填太多 而且呢眉尾會稍微再拉長一點點 看起來臉比較小 再用染眉膏稍微調整一下眉色 這樣子呢就是兩邊眉毛查眼看得出來精緻度不一樣 這個比較整體性 然後呢整個勾勒比較自然一點 再來呢修容我真的不記得我大學時期有修容 應該完全沒有修容 或是頂多用眉粉的最淺色 隨便撸個兩下 我真的比較追求修容這件事情是畢業之後 而且那時候我使用的修容顏色 這不是真的修容顏色 是那種歐美比較曬過的啊陽光健康的咖啡色這樣子 我記得我這樣子修起來這邊感覺是稍微有點髒髒的 可是呢現在就會選比較適合的顏色 然後呢這樣子去修容 先從眉頭這邊下來 然後我自己超級在意鼻子這邊 鼻頭太大 我真的只有修容而已 大家還以為我有填鼻子 這麼誇張 我要是填鼻子應該 鼻子會比現在好看更多更多更多 可是呢我比較傾向就現有的去改善就好了 我又不可能變成完美的人 我也不需要變成完美的人 以前覺得完全沒有眼窩這個概念 臉頰呢我也會稍微修一下 顴骨這邊我不喜歡就修顴骨這邊 然後額頭很大這邊也帶一點 找到適合的顏色就不會有咖哩或髒的感覺 就會比較像真的修容 有修你看得出來這邊一個陰影 感覺鼻子就挺出來 然後這邊也一個陰影 再來呢我覺得是重頭戲就是 眼妝 大家應該首先已經看得出來了 其實我沒有非常的到位 以前我的放大片應該在更大 然後更是純黑或者是純咖啡 完全沒有任何的什麼立體的花紋那一種 就是追求黑眼球大 眼睛就會大的一個概念 可是呢現在就覺得不是越大越好 有時候你大到整個比例不對呢 那也是蠻奇怪 或是有點外星人的感覺 現在呢追求就是剛剛好 然後有層次感比較真實感一點的隱形眼鏡 然後眼妝呢也是一絕以前一定都是戴假睫毛 眼影的部分呢我現在手邊真的沒有 可是我記得那時候很喜歡的牌子 就是叫 Lavasha嗎 就後來已經測櫃 可是呢 以前真的很喜歡那個牌子 而且我印象非常深刻呢 因為那時候呢都是看日雜居多嘛 那他們全部都教你 就是從最淺的這一個開始 然後呢先上第一層 當眼皮的打底 先上了這個最淺的 在整個眼窩裡面就會覺得 眼睛稍微有點腫 可是呢閃亮亮的 他們就會教你從最淺然後到最深這樣子 你就依序的上在你的眼睛內 然後呢就是範圍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這樣子 那時候好像也不會有任何什麼左右漸層的概念 覺得漸層就是上下漸層啊 哪有什麼左右漸層 這樣子呢應該那時候就差不多了 最深的顏色就不太會用就不敢用 下眼影呢我記得就是都用眼影棒 或者是呢不畫 那我現在手邊沒有眼影棒耶 我大概畫一點點就好 那時候呢我發現我還是也有加強在臥蠶的地方 但那時候呢算是上比較粗啊不集中 眼線部分我覺得我有一點點失意 但我猜應該也是比較著重於眼線 然後是用眼線一整個填滿這樣子 而且呢重頭戲重頭戲那時候呢 是我一定會帶假睫毛 我真的沒有辦法想像為什麼我這麼有毅力 要帶假睫毛 帶假睫毛那麼麻煩 然後出門的話呢又很怕 就是會吹走啊 或是眼頭眼尾會掉 因為我眼睛非常敏感就會流淚 然後其實常常就是不太舒服 那我這邊真的有我以前很喜歡的一個牌子叫 AK 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我去夜市也會有那種 假睫毛攤 然後裡面也會有AK 有超級無敵多種的 我記得這一款呢 上起來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記得那時候我也非常非常喜歡愛戴爾 108應該也是我曾經的愛 雖然呢 他對我來說算偏短一點點 可是他有那種一束一束娃娃的感覺 那我試試看這個AK好不好 很久很久沒有帶這一款了 我自己都是買這種比較細梗的 或者是透明梗 然後如果很硬你就要自己這樣子 先順一下先順一下 再量一下你的眼睛的長度去做修剪 好看一下 其實我的話不用修剪太多 那他這個要注意的呢 就是除了就是眼頭眼尾 大家看得出來 這個多餘的地方是一定要剪的 但是如果你剪到本體的話 就是說他本身的長度 那你一定是要剪後面 不要剪眼頭 那我記得呢 我還是會稍微夾一下睫毛 也會稍微刷一下 然後沾一下這個梗 尤其是眼頭眼尾要多沾一些 那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本來是稍微比較乳白色的 然後呢 你要等他半透明的時候再黏上去 看這樣子稍微比較透明了 然後就可以黏 然後你要鏡子往下擺 我這邊沒有鏡子有點麻煩 我要對著這個 臉 然後就對準 眼頭 眼尾 然後呢有一點這樣子 插 插進去 插上去插進去 我的天啊 覺得現在戴的技術沒有那麼的好 太久沒戴了 正眼打開 然後瞧一下 角度 要想到什麼角度 這樣子 試試戴上 假睫毛 你的眼睛就會瞬間打非常非常的多 超誇張的 只是好久沒戴超不習慣 覺得這有個 異物感 然後記得畫完之後呢 如果有那種 一點反光的膠啊 或是有空隙 就可以 稍微再用 眼線一填一下 這假睫毛真的蠻誇張的 我那時候真的這樣出門 好那如果是現在呢 就是比較追求 一個眼窩的深邃 然後再來 一些霧面的顏色 我隨便抓一個 除了說上下的漸層 其實我現在也會畫 之外呢 我也會畫一點左右的漸層 就是在最眼尾的地方 再上一點點 最深的咖啡色這樣子 舉步上一點 現在呢 會比較喜歡這樣子 有點層次感 現在已經看不太到眼影了 因為本來就畫不高 然後又是燭光 又被整個夾睫毛擋住 以前真的不太有 眼影刷的這個概念 後來才發現 眼影刷真的是可以讓你的眼妝 精緻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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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多 然後呢 還可以就是認真的 調整你的眼型 就算是眼頭的打亮呢 我也是一定要用刷子 來準確的控制我的範圍 上起來就更飽和 不會變成眼皮腫 你看這樣就是一條明確的臥殘 但是這個呢 感覺是 範圍不明確 然後眼下肥肥腫 有種種 眼線呢 現在也請上 大家知道 用眼影畫眼線嘛 或者是 我也會再另外補一點點眼線液 可以保留那個自然的感覺 現在呢 也請上 就是夾 好好的夾睫毛 刷睫毛就好了 覺得自己舒服 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就像以前我就是 幾乎每天都戴眼鏡吧 那現在呢 會有好幾天我就戴眼鏡就好 或是我一回到家 我就好好的 讓眼睛修醒 然後下睫毛也會好好的努力刷 所以那時候呢 跟現在眼妝差異就差不多這樣子 以前看起來沒有明顯的霜眼皮折 可是呢 現在卻有 比較深一點霜眼皮折 真的完全就是因為你的眼妝 那腮紅部分呢 我記得那時候應該是走 比較喜歡偏珠光的腮紅 那我就隨便抓個手邊的珠光腮紅 那現在呢 可能是走霧面啊 或者是低調的光澤 會讓你的顏色呈現 在螢幕上呢 也是非常均勻的 那如果呢 你比較有珠光 就容易有看起來 是沒有上均勻嗎 但是其實又沒有的那種感覺 因為呢 他整個各個角度都有反光 那我現在是請上說 腮紅就是淡淡的光澤或霧面 那你要打亮的話呢 你再打在最特定的部位 不需要整個兩頰都亮 再來很大的差異 是我以前 真的不記得 我有特別擦什麼唇膏類的 因為以前真的不擦 嘴巴還是紅潤感的 是現在呢 真的不擦不行 太蒼白了 像五年前的話 我追求一個鮮艷飽和啊 流行的色彩 現在十年後呢 我就會追求 可能看起來像沒有什麼擦的 自然透透的唇彩 希望看起來就是 唇部有保養 大概是長這樣子 以前呢 真的會 有瀏海 然後呢 旁邊的頭髮一定要 很貼著臉 因為 因為就覺得這樣臉會比較小嘛 頭要往下滴 眼睛放大 大概這樣 那現在呢 就會比較傾向於 就是 有點八字瀏海 這樣子 這邊可以不用貼著臉 沒關係 不要貼過來 因為呢 看起來比較 落落大方一點點 拍照啊 我比較喜歡拍側面 稍微鼻子有立體感一點 那這樣子呢 就是我十年前的妝容 跟現在對比 大家覺得如何 那當然我現在自己一定是 比較喜歡現在的妝容嘛 可是我覺得真的是 每個時期喜歡 神美觀不太一樣 但是我覺得真的在眼妝上 我見識到啊 不是你的眼睛看起來越大 就越好看 你整個眼型啊 然後看起來精緻度 質感啊 還是很重要 所以不用一昧的追求 眼睛就是要很大 那記得呢 拜託拜託大家 要追蹤我的IG 我常常會那邊舉辦抽獎 大家有問題 也可以直接到 我的現實動態去問我 因為呢 我覺得直接回在現實動態 有更多的人可以看到 如果有相同問題 可以一次解決 好那今天影片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 ifter 噪